你好,欢迎收看10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受台风外围环乐气候影响,一大早鲤鱼毯下着大雨 而在全民运龙洲拔河场地代表地主队的花莲县龙洲队 是以强劲的背力划出最佳成绩,场面相当热血奔腾 全民运动会进入第四天的赛程 在鲤鱼毯的龙洲竞赛也来到龙洲拔河项目 虽然受到天后的影响 穿着黑色运动服的花莲龙洲代表队 以强势的训练实力在出赛中就赢得晋级 在最后的总决赛之中 对手高雄县还是以奋力一搏 对上实力坚强的花莲男子龙洲队 在强劲的拉力之下 花莲男子龙洲队夺得大满棍四金项目 最后我们拿到第一名 第一名 所以你们今年在全民运营里面大概拿了几个 拿了四面金牌 哪四面 一百两百五百直到竞速金牌 然后再加上今天的拔河 所以全部都你们拿走 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啊 很高兴会花莲线留下这四面金牌 所以是大满棍的 这一次在全民运动会大型赛事当中 正式将龙洲拔河比赛列入 而每一支队伍都使出浑身解数 立抗最强劲的花莲龙洲队 由于花莲龙洲队有多位的国家代表队选手 平时的训练扎实 也造就了花莲龙洲队坚强的实力 获得冠军 记者林杰受风采贝宝贝宝